一部电影《一段人生》,女孩为了梦想走进演艺圈,却被现实狠狠地教训了一番。 六个妹子进了制片人的包厢,女主演的名额却只有一个,一个一个贴上号码牌,宛如菜市场的肉一般任人挑选。 制片人说什么他们就要做什么,稍有不慎就会失去拿到角色的资格。 随即,制片人提出了自己荒谬的要求,你是条狗,一号听完当场懵了,不过他还是快速俯下身,跪下喝了带有迷药的红酒。 三号不甘示弱,同样快速蹲下,学起了狗叫。 突然,一号那边传来了更大的叫声,就这样,两个女人为了主演名额开始互相撕扯,谁率先撕下对方的衣服就可以留下来和制片人详聊。 之后,其余四名女孩已经离开,至于一号和三号,两人是不分上下。 眼看屋内仅剩下导演和经纪人,两个女孩也是在劫难逃,成功被桂圈遣规则。 一号略胜一筹,拿到了女主角,三号则被无情地赶了出去,成为了失败者。 而一号,也就是今天的女主角,来自农村的网红女孩,妮娜。 当初妮娜被老板马克发掘,独自来到台北追寻演员梦。 可现实是残酷的,几年过后,她只能拍一些不知名的网剧和广告,晚上在直播间向大哥们讨要礼物以维持生活。 妮娜开始配合导演拍摄,看似光鲜亮丽的娱乐圈,背后有着很多的心酸。 妮娜本就是新人,刚进入剧组,谁知导演却不管这么多。 逼迫她连夜进行拍摄,还差点被车撞,幸好意外没发生,为此导演也没把她当回事,经纪人更是对她毫不关心。 来到酒店拍摄,吃饭场景,恩机很多次。 直到妮娜吃饺子吃得即将要呕吐,导演才放过了她。 而有一场撕心裂肺的戏份,导演还动手扇了她一巴掌。 原因就是妮娜的情绪不够,直到被打得疼痛难忍,妮娜才彻底爆发,演绎了出来。 妮娜独自在化妆间敷着脸,剧组给的盒饭都是冷的,经纪人说他们百明欺负人呐。 可就算是这样,妮娜也必须对导演笑脸相迎。 电影有一场重要的水中戏,妮娜的潜水症却没考下来,听着导演在旁边大发脾气,妮娜吓到大气都不敢出。 事到如今来不及找替身,场务只好找了一片无人看管的海域。 带着复杂的心情,妮娜独自登上了一艘小船,海浪在背后拍打,远处只有孤零零的几处机位对着她。 就在这时,制片方违规拍摄的事被人举报,警察开着警车就来抓人,现场陷入混乱。 有跑调的,有大喊大叫的,有被抓上警车的,只有妮娜被遗忘在远处的小船上不知所措。 更糟糕的是,小船上的一根电线短路,没过多久便引发大火,妮娜被烧伤。 她抢在爆炸前一秒跳入海中,拼尽全力挣扎才返回岸上,却被告知整件事都是剧组事先安排好的。 她惊险逃生的全过程都被记录下来,作为影片最真实的收尾。 真实的剧本和到位的表演让这部影片大卖,妮娜也跟着一炮而红,拍摄和采访慢慢多了起来。 可记者毫不关心电影情节,只在意妮娜露点了没有,露得多不多。 随着名气上升,妮娜的收入自然也多了起来,以前去不起的美容院如今也能去了。 眼看一切要走上正轨的时候,妮娜却收到母亲住院的消息,她匆匆赶回老家,陪着母亲做心脏支架手术。 不仅如此,父亲的塑料袋厂面临的破产,她也因此患上忧郁症。 为了探亲,妮娜只能回到村子,结果人红是非多,家里没钱,亲戚们对他们家避而远之。 现在看到妮娜是城里的明星,大家又上门嘘寒问暖,话里话外,无疑也对妮娜透露着讽刺, 认为她是被潜规则换来的,经历了这些,妮娜早就体会到了人心险恶, 只是这不足为奇,更过分的是村里的邻居,他们都觉得妮娜赚的钱不干净, 就经常往她家的院子里丢鞭炮,还趁夜杀了她的狗。 妮娜生气也无可奈何。 回到家,她接到了经纪人的电话,原来拍摄的电影入围了奖项, 妮娜受邀要去走红毯,导演让她一定要打扮得漂漂亮亮。 妮娜高兴答应下来,匆忙返回城里,她开始试穿走红毯的礼服。 正当高兴时,导演又打来了电话,让她要把最好看的一面展现出来。 听到这里,妮娜迫不及待地再次走进了美容院, 她要做个全身美容,在大众面前漂亮的亮相。 正当她享受着机器带给自己的舒适感时,妮娜愣住了, 只见那个平日里服侍自己的员工竟然变态似地靠近了她, 说话更是阴阳怪气,这个人竟然是之前被刷下来的三号。 那人用仪器折磨妮娜,同时抚摸着她的脸, 说那些离奇的事都是我做的, 我的演技并不比你差,只不过你更不要脸而已。 这个圈子就是这样,所有的痛苦都是你必须付出的代价。 说话间,妮娜快要被仪器烤熟了, 但三号还是不依不饶, 只见她拿出手机开始播放妮娜和制片人的不雅视频, 不过视频没播完,三号突然跑了。 此时,妮娜也顾不上穿衣服,立刻跟着追了出去。 大街上的人就像看猴子一样对着她一顿乱拍, 但她有苦难言,这时候电话响了,是闺蜜打来的。 闺蜜到了台北,还带来了妮娜老家的那条狗。 这是怎么回事呢?狗不是死了吗? 原来与伤害有关的画面都是妮娜幻想出来的, 她当初确实和三号一起竞争, 凭借着无下线的雪狗叫表演脱颖而出, 虽然影片大卖,但她自己还是成了用完就丢的工具, 现实生活依然很落魄,巨大的心理落差让她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。 只能上演一幕幕的内心戏,来跟无良的娱乐圈做斗争, 一个人可以为了上位做到什么程度呢? 脱衣,扮狗,还是跟导演或老板上床? 所谓的底线其实在名利面前一文不止, 人这一生就是为名利而来。 为了名利,很多人往往不择手段甚至伤贴害理, 光鲜亮丽的背后, 许多人真的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 好了,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评论自己的看法,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, 我们下期再见。